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在陈破空纵论天下节目当中指出 去年10月底,前中共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后 就传出了副总理刘鹤被当局继捕的消息 如今该消息再度被封传 中共前副总理刘鹤曾经深得习近平的信音 也曾经在习的深复亲信 作为经济大臣的刘鹤在任期间 曾经多次负责和美国谈判 是中共的牵头人 习近平排斥李克强的方式之一 就是等刘鹤牵头中共 对刘鹤为以重任来架空总理李克强的权力 陈破空分析说 刘鹤如果被捕 罪名或者会跟秦刚相同 他可能为了为自己留下后路而弃暗投明 刘鹤亲美 不是叛国罪就是美国间谍罪等 刘鹤出事并非空越来风 早有端例 自去年被捕的消息传出后 刘鹤实在都没有露面 中共都没有为此事辟谣 还有一个迹象 就是今年4月初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前 中美双方在商讨会 建名单上面有前副总理刘鹤的名 但当耶伦来到中国后 却没有见到刘鹤 刘鹤都一直没有现身 中共二十大后 刘鹤和李克强一样 都被排阶出了中共的权力中心 被退休了 设任副总理职位的刘鹤 再都不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了 丹优传言说 习近平新的领导班只缺乏经济人才 所以作为前主管经济的刘鹤 在召开经济会议或者外交会议的时候 仍然会被请来出席会议 二十大后的一段时间 刘鹤仍然是中共经济的牵头人 或者还担任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所以在去年7月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中国访问时 还可以和刘鹤见面会谈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说明习近平还需要依靠已经退休的刘鹤 今年4月 耶伦在广州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 在北京见到总理李强等人 却没有见到预约会谈名单当中的刘鹤 非常奇怪 这个可能是传出刘鹤被捕的原因 虽然外界不确定 但是刘鹤出事的概率比较大 刘鹤是习近平的发小 都是高干弟子曾经在同一间小学 还有初中上学 习近平曾经对刘鹤非常信任 但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很不同 刘鹤反文革主张改革开放 跟李克强一样主张亲美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期 首席贸易顾问 莱特希泽 还有财政部长史蒂文在回忆录当中 都有提到中共前副总理刘鹤 据他们透露 在美国和中方的经济贸易会谈当中 双方有多次达成协议 但是都被习近平反台否决了 作为中共代表的刘鹤非常无奈 精神压力很大 甚至神情仿佛了 由此刘鹤和美方代表一起走到台阶的时候 差点跌倒 幸好有旁边的人参赴 才站得稳不止于跌到台阶 他们说刘鹤是中共党内的改革派 汉明派和温和派人士 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后 刘鹤都曾反对习近平主张的清零封城政策 习近平和王滬宁这一派在党部发文 掀起了搞文革 刘鹤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反思文革 刘鹤的爸爸在文革当中自杀了 死的时候只有49岁 新前是四川省的一个组织部长 刘鹤爸爸的死为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 刘鹤对文革是心户痛绝的 就在这点上 他和习近平、王滬宁分道扬彪了 如今再次传出刘鹤被捕的消息 如果中共官媒不辟谣 或者刘鹤依然不露面的话 说明刘鹤已经空多吉少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除了拥有豪华必须 各种豪华游艇 汽车还可以拥有款待各国料理的 豪华绿皮专用列车 将豪车的生活建筑于人民的痛苦上 致命脱不履孩 破尘美披露 金正恩每一年都会挑选25位貌美的处女 以作为欢乐组的后工成员 甚至官员还会在校园内 手挂出美丽的女学生 根据《每日邮报》《星报》报导自出 年年30岁的脱不履孩 博游艾美除了出书之外 更加通过开设YouTube频道 来讲述 他在朝鲜独裁政权底下的生活故事 而且订阅人数已经累积超过了100万 最近他有讲述 关于金正恩的欢乐组尹美生活 他揭出金正恩底下的官员 如何凭借着社经地位和吸引力 来选择女生 朴尔美表示 欢乐组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组的女生必须专门提供按摩服务 第二组的女生通过歌舞娱乐 金正恩等高官 第三组的女生必须准备 跟金正恩或者其他男性发生关系 朴尔美说 尽管他自己因为家庭地位不够高 而未能入选欢乐组 没办法成为金正恩的后宫 但有很多北韩女生 却因为这样过着悲惨生活 父母会非常开心 过女入选了欢乐组 可以保障全家人 享受着为美好的生活品质 只不过中将会适衰爱辞 当女生在20多岁的时候 就会被赶出去 朴尔美指出 欢乐组之中有一些女生 最终嫁了给金正恩身边的私人保镖 也有传言说 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原先都是欢乐组成员 他说 欢乐组的制度 很明显已变成了家庭传统 金正恩更加喜欢妙缴 高瘦洋化的女性 而金正恩就偏爱 圆面 不会显得矮小的女性 欢乐组女子的身高 普遍在165公分以上 她们的年龄必须介于14至15岁之间 而且必须有着美严动人的外貌 更加重要的是 还要经过处理验身才可以入选 根据日本 Friday Digital 引缓《东亚日报》脱笔者记者 主要城下的报道 欢乐组诞生于1976年代 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利用祝福爸爸金日成长寿之名义 在动劳党中央委员会当中 创立了第五課 专门去选拔美女 1992年 50岁的金正日因为健康亮红灯 没有办法接受性服务 以至欢乐早于1994年选出最后两名成员后 就暂时取消了该制度 但是金正日死了之后 金正恩在2012年正式接班后 又在此重启选票 不过今次负责选美的单位不再是误货 而是换由另一个单位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近年来频爆天灾人祸 近日中国一则预计未来三日 说会爆发N级甚至X级以上的太阳腰斑的新闻 冲上了5号的热手榜第一 太阳腰斑作为太阳表面的强烈能量噴发 分为A、B、C、M、X五个级别 其中X为最大级别 据报该事件发生的时候 中国处于日头 腰斑对大陆上空电力层产生了影响 而今次的腰斑爆发还未结束 根据观察 在未来三日 还将会有M级或X级以上的腰斑爆发 太阳腰斑是太阳上最激烈的活动现象之一 周期约为11年 虽然太阳腰斑的寿命 只是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间 但是释放出来的能量 就相当于10万甚至100万次 强火山爆发的总能量 或相当于上百亿霉 8吨级的轻弹爆炸 根据报道 太阳将于2024年 达到当前活动周期的峰值 但是还未达到极值 预期会在2025年达到顶峰 近年来 超级太阳风暴 一直是世界各国航天专业技术人员 和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 亦都是天文爱好者持续关注的现象 英国著名通灵师 开密尔顿 柏克去年就曾经预言 可能会出现超级太阳风暴 都知全球部分地区大范围停电 连大影响互联网通讯系统 这一场的风暴恐怕会造成抹日降临 这种超级太阳风暴 不单只会令全球范围停电 将人类带回去石器时代 停电都将会造成部分地区陷入黑暗 此外高能粒子 也都将会对太空当中的卫星 空间站和太阳能电磁板 造成毁灭性打击 预航员必须迅速撤离 否则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而入面物质抛射引发的地磁布 更加是不容小许 将会摧毁电网和石油管道 可能导致石油泄露 以及卫星坠毁 令整个地球陷入一片混乱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 停电不单只会令家庭和企业经济活动陷入困境 还可能对医疗、金融、运输等的关键基础设施 造成严重冲击 毕竟现代社会已经高度依赖电力和通讯系统 超级太阳风暴的来临 将会是一场对人类技术文明的巨大考验